一百多英尺的山峰 爬上去需要多久呢 国外小伙发起爬高挑战 谁爬得更高就能获得十万美金 没有什么规则 只要爬得高就行 废话不多说 开始挑战 熊大站在水桶 高度是一英尺三寸 熊二站在了油桶 高度是两英尺十一寸 熊三角踩引擎盖 爬上车底 测量了一下高度是六英尺六寸 成功暂时领先 接下来熊大的寻找物体高度 一定要比这个更高才行 我猜你一定打不出这个字 能打出来我就把手机吃了 果然不出意外 熊大将目光瞄准了大火车 爬上了车底 用卷尺测了一下 高度竟然达到了八英尺四点五寸 熊大知道接下来的难度 越来越难 但是他对自己很有信心 而轮到熊二了 他想要英尺能爬得更高呢 只见他爬上树屋 顺着阶梯 一节节往上爬 很快就达到了树屋 经过测量高度达到了十一英尺八寸 但肯定还有其他的物体比这高的 熊三这边将目光 投向了房顶上的大烟囱 但是要上去的话 着实要费一番功夫 还好熊三之前学会一点攀岩技巧 不然上去不到三秒准下来 他用脚尖踩在石壁 慢慢爬了上去 几分钟后爬上屋底 不得不说 熊三真是攀岩小能手 他的成绩是十九英尺九寸 一下子高度超越两位对手 熊大都惊呆了 只能另提袭净 找寻更高的物体 不然就会被淘汰 熊大找到一棵很高的树 上面建有一个树屋 但是由于太高了 听着人很少爬上去 熊大不甘示弱 紧勒着绳子不甘放松 感觉特别费劲 但为了迎过对手 他只能咬牙继续 如果是你 你会选择坚持还是放弃 最终他还是爬上了树屋 这一刻他感到十分的兴奋 闻着上面的空气 都觉得香甜无比 经过测量 熊大的成绩是高度23英寸多 这让熊二和熊三感到非常有压力 而附近能活动的地方不多 几人打算驱车前往下一个地点 他们来到一处厂房 每个人都在观察周围 可以攀爬的物体 很快 熊二将目光投向了30英寸高的仓库 他顺着墙壁开始攀爬 还好有梯子 让他少吃了很多的苦头 看着熊二成功爬上天窗 底下的熊大一脸不可置信 没想到这么轻松就被超越了 哥谁心里也懂不舒服 目前熊二是第一名 如果熊三想要超越他 几乎是难如登天 熊二爬到30英尺的楼顶上去 这让熊三瞬间压力就上来 他苦思冥想后 终于想到能赢的办法 他们来到一处身风 并带来专业的攀岩教练 熊三全副武装 挑战开始前 熊三自信满满说 要是这次你们能超越我 以后我在你们面前都是弟弟了 说完后 转身向着山体爬去 这一瞬间感觉熊三 就像是张飞出山一样 浑身是胆 他一步步往上爬 底下的熊大一脸不敢置信 从远处看 熊三爬的真的是很高 真是为他捏一把汗 不过 攀岩小能手的熊三 并不满足这个高度 继续往上爬 但是越往上就越懂笑 小伙伴们在下面看着 都要被吓傻了 熊大表示 要是熊三顺利登顶了 那他们两个将没有希望超过他 毕竟这个山体太高 没有其他物体比他更高了 终于熊三成功登顶了 经过测量这个山体 有80英尺 也就说明了熊三赢得最高点 恭喜熊三获得10万美金